这有点太刺激了欧露 姐妹们 我今天新做了一个美甲 可以让我来撕吗 可以 可以 好吧 一定要露出你漂亮的手 害怕了我 害怕 用力 别不理 睁大眼睛看 这就是限制 可留下训练生 第一位 第二位 太刺激了 口选 谢谢 第二位 余淑姐 谢谢大家 余淑姐 谢谢 金仔 唱得好 第五位 有点紧张 谢谢 第七位 来吧 下 三 二 一 孙瑞 别难过 别难过 不要难过 要坚强 如果你留在这里 说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能显你的优势 这是我当时想的 但是没有突破了 你想要突破 但是很多有时候 更希望你能留下来 展现自己的优势 你知道吗 对 李树欣说对了 真的 但是一直展现优势 大家就会深被劈了 不是的 你首先得让大部分人记住 那我还巴不得 就是全天下的人知道 我写的会唱 那我还没做到呢 所以我还得继续把这个 再一个是因为 这首歌会写 是咱们自己的歌 咱们就得对这个歌负责 就得把自己最擅长的部分 拿出来 对 把这个歌给做好 但其实在 如果你不可可以的话 其实在浅橘色的古道来讲 对你的行来讲 是非常凸显的一个状态 对 我以前竞选 那个《仙剑奇侠传》的 那个就是舞台剧 然后呢就有人说 你超适合赵玲儿 你就是赵玲儿本人 然后我就说我要竞选赵玲儿 我就是赵玲儿本人 然后过了一会儿 就是赵玲儿竞选 就失败输了 然后人家就说 你适合银花 就是她们一个丫鬟 然后我说你看 银花是最出彩的一个角色 她怎么怎么怎么 她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小的配角 然后我说好像也还不错 《仙剑奇侠》也不如我 然后我就把我全程当成自己是 《仙剑奇侠》 《仙剑奇侠》在那边 就是演得特别快乐 后来的确也证明了 我就是最出彩的一个 所以就是说 不管说是怎么样风格的东西 你自己出彩 这个东西就是出彩的 你看我去哪儿 人家不把我当中心围儿 没有中心围儿 没有中心围儿 后来中心围儿 后来中心围儿的眼泪挺妙的 这美女落泪是挺漂亮的 是吧 老师不愧是 美女落泪 我是猛虎落泪